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宝典 我相信今天的台北股市 再一次的振奋人心 当然也再一次的跌破 很多专家的眼镜 对不对 我相信这几天 你在财经节目 会看到很多论调 大家都告诉你 保守啊 小心啊 要做头啦 那上我一直告诉各位 1270是避过之外 终极目标就是要挑战12682 你来看一下 今天台北股市怎么走 好漂亮 今天开高27点 然后一路慢慢震荡走高 一点过后 才开始往上拉 各位看到什么答案 老师又创了 又创了波段新高 29年来的新高 来到11320点做收 大涨 大涨80点 成交量放大到1409亿 这个盘很典型的在干嘛 甩短拖 右空单 然后金金涨 但是上文一直告诉各位 选股战胜一切 我说这个盘控的非常非常的好 有没有 当台积电在休息的时候 红海就补上来 那如果说当台积电红海 两个一起涨的时候 那一天是大盘创新高 今天台积电红海呢 全部都拉回到平盘 台积电又过高 好漂亮啊 这个完美的控盘啊 你们越不敢买 大盘越是涨 那你越去放空 你就一路被嘎空 我相信现在放空的人啊 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做 尤其在9月25号 我就讲得很清楚了 当台积电在休息的时候 我说红海接棒 但是上文说过了 光红海这个大涨 很多人说老师 红海就很厉害了 这一波红海你看 被你讲完开始涨 但是上文也没有带领会员买红海啊 那我带会员买什么 我买金顶啊 我买金顶啊 而且我讲得很清楚啊 我先让你复习这段VCR 我再来公布答案 金顶第二是谁 来请看VCR 昨天 开盘前就告诉货员 3413金顶 三线纠结黄金交叉 请用开盘价直接试驾买金 建立基本多单 成交122 砰 拉涨停 好 你再看今天 这是昨天来这里拉近一点 为什么开盘价就要买 这是三线纠结 结果昨天真的爆量 攻涨停 为什么 因为红海嘛 我说台积电休息 红海就会接棒啊 这好漂亮的控盘啊 现在一堆人还在放空啊 一堆人还是不敢买啊 所以控盘的节奏 各位上回直接跟你公开了吧 从9月25号我就告诉你台积电会涨 大盘会涨到 会攻过11270 结果你看大盘就这样涨了412点 没多久呢 9月25号到今天没多久呢 412点呢 台积电36块呢 台积电变标股了对不对 那我昨天告诉各位 台积电一休息 红海就接棒 红海就一接棒 所以红海概念股里面 各位 我们冲刺班就是买金顶 好 你再看今天 来 你看今天 今天 你说老师今天大盘不好玩 没关系啦 你看我们的股票为什么这么好玩 3413金顶持续放量强攻 今天收周线 量价齐扬 成交价 各位 这个是打错了 成交量 突破了107年6月 更意味着量先驾行 下周持续看好 就算涨停也不用卖 我今天还是跟冲刺班说 不用卖 你昨天买了金顶 今天你也不要卖 就算它涨停你也不能卖 结果它是这样走 这是大盘 大盘是这样走 它是这样走 当投资官看完这段VCR 为什么让你复习这段VCR 因为这段VCR 还告诉你人家怎么控盘 当台积电休息 红海就补 对不对 那同样道理 那你说老师 真的不会买的人去买红海 还是有钱赚 但是上围带领冲刺班的会 不会去买红海 我买金顶 然后一路跟你追踪 来各位你自己看 有没有 你刚才看到VCR 有没有 我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你就是看到这里 没错吧 看到这里 然后呢 继续涨 我说这个量先价型的观念 继续涨 然后一路创新高 有没有看到 涨了22.5% 没错吧 今天是再创收盘新高价 今天是再创收盘新高价 再创收盘新高价 那上围说过了 当你错过了金顶 你也不用追啊 我会给你金顶第二啊 我在10月22号就跟你热情邀约 赶快来赶快来 我说只有这两三天可以布局啊 对不对 那今天呢 你看一下测标 老师 哇你今天把金顶第二公开 为什么 我说过只要涨超过10% 会员答应可以公开 所以我公开啊 而且今天这个是很刺激哦 为什么 今天是从盘下拉到涨停 好快乐啊 你自己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今天10月24号 6451的讯星KY 把握现在拉回 目前报价155.5清 试价买进建立短多单 其实各位 上围只是想说啊 赶快布局而已啊 我也不知道 他会拉到涨停啊 没有人知道他会拉到涨停 但是我知道他可以买啊 所以你看哦 9点17分在哪里 来各位 你自己看 9点17分在哪里 155.5 我看到的时候就在这里 155.5一直到这里 对不对 结果呢 老师 怎么这么强 还真的拉涨停呢 这是扎扎实实的什么 10%呢 诶扎实实的10%呢 贏财了 所以会员说老师 你不用这么高 他不用等到30% 超过10%你就能随时公开 因为要贏财了嘛 所以上回今天呢 马上买马上公开 够意思哦 但是你不用追我的股票 来你说老师 收盘他没有涨停耶 差一档 那也是有10% 因为盘下买的 关键在这里啊 为什么上回一直在提醒你 有没有 我一直在提醒你 我说啊今年啊 今年啊 尤其现在 要一路往12682公啊 除了台积电概念股 就是鸿海概念股 对不对 再来就大家知道平概股 平概股 哎做不完了啦 这些股票你就做不完了啦 你只要了解什么股票 会动啊 所以各位你看到什么答案 老师哇金顶天啊 再创收盘新高价 然后今天呢 这个整理完之后 砰一根 就冒出头来了 所以上回让你看到车表什么 金顶第二 叫做讯星K1 一样是鸿海概念股 一样是鸿海概念股啊 然后你再来看老师 苍和咧 苍和咧 康控咧 我相信各位这更清楚了吧 来看这里 来各位 当时我告诉各位 涨一段我才会公开的 那个波段标股叫苍和 对不对 后来我公开了 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它会长 我说主身段一定大于出身段啊 这一段涨63.1 这一段会涨多少 一定超过它 我还告诉你用1.382去乘 对不对 我还告诉你去乘以1.382 往往就在1.382跟1.5之间 你去乘以63 然后加上去 你就知道它会涨到哪里 就算上回已经公开告诉你了 你会买吗 你不会买啊 你看老师 他就这样涨了34.7% 你不敢买又涨停 41.8% 你不敢买又创新高50% 你不敢买又创新高 今天棒 54.5% 从10月1号到现在 从10月1号到现在 同样的道理 当你不敢买仓和的时候 上回收购了 你不用追我的股票 因为你不是冲刺班的会员 你跟我成本不一样 我一样给你仓和第二啊 而仓和第二 我也昨天公布答案了 那昨天上回怎么告诉你 仓和第二叫做康控 我怎么说的 来请看VCR 仓和第二 就是4943的康控KY 目前报价175块 请把握市价买进 建立基本多单 近代三大法人抬教 10月21号 来各位你看哦 10月21号他是这样走 你会发觉老师 10月21号没什么人会讲康控 因为他只有涨3块 他只有涨1.7% 对不对 然后呢 10月21号 10月21号 收盘是不是涨 178.5 最低是不是174 没错吧 啊上回买在175 对不对 各位 175 老师啊买到探3块 啊昨天哎 标涨停 哎昨天标涨停啊 我说 昨天全市场都会讲康控 连财经节目会讲康控 那我不讲 我不用讲 我昨天一样继续讲我的金顶 哎四天涨22.5% 康控给别人讲 今天就很多人不讲康控哦 为什么老师 啊康控今天收194啊 收最低啊 你怎么反而要公开 我反而公开给你看啊 为什么 你跟上回做股票是看得到未来 不是看一天的啊 你没有发觉到 昨天跟你讲康控 今天可能跟你讲什么 可能讲金电 因为金电有看到涨停啊 哎 你就觉得他每天再换来换去啊 所以上回为什么要公开给你看 所以你看测标老师 仓和第二 直接箭头往下 我讲康控 我告诉你今天不会有人讲康控 我讲 我讲 我买175的 我讲 来 为什么 老师 为什么今天冲到201.5 拉回来 说194 说最低 你都不怕 我反而给他七个字 叫做拉回量说 我还要再买呢 我还要再买呢 为什么 来 为什么老师 来看这里 我画一条线在这里 你看得懂了吗 今天礼拜三 这个是周的成交量 礼拜三 还有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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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量一定过这个量 一定过这个量 然后这条线呢 这条线呢 叫做紧线 这个叫做大底 所以到了礼拜五 你就会看到一个答案 老师 哇 这个量又带用突破紧线 那未来又要走这一大段 你看得到未来啊 投资票 为什么还让你复习这段VCR 我相信各位 昨天很少人会讲康空 今天更少人会讲康空 但是不管 上围公开的股票强还是弱 我都会跟你讲 各位你自己看啊 老师 你的昌和好猛哦 就算你公开了 就算我公开了 我说他一定会过的嘛 主身段保证大于出身段 请问给我验证了没 你自己看 老师真的啊 对吧 所以你看到这个答案啊 然后我今天公开了金顶 第二 讯星 你已经输我10%了 你也不用乱追我的股票啊 就算他会涨也不关你的事啊 没错吧 3413的金顶 你自己看老师 你说这个才正要走主身段 回到日线 你看一下 老师 再创收盘新高价 所以你不用担心 没有股票可以买 是你要分清楚 什么股票可以买 什么股票 会拉回休息 你要分清楚啊 大盘还是持续看多的 嘎空手嘎空头啊 进金涨啊 那我昨天把昌和第二公开啊 因为昨天没有人会讲康控 对不对 你看我昨天讲的 来我们买在哪里175啊 你刚才看到的VCR 为什么让你再复习一次 你看他也没有很强啊 我们买的时候 他也才这样涨3块 然后呢 重点是你要看得到未来不是吗 然后涨停板是不是全市场在讲 涨停板就全市场会讲啊 重点是你要在这里买好啊 昨天就没人讲了 我反而告诉你 拉回量说要干嘛 还是要早买一点 为什么 昨天上回跟你讲什么 我说你看一下 昨天是礼拜三 我为什么提早应周线告诉你 还有两天对不对 今天礼拜四 我说这个周量一定会过这个周量 那如果这个周量过这个周量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代表这个大底刚完成突破颈线 来你来看 你来看 来看周线 你说老师 昨天真的没人讲 而且搞不好一堆人告诉你 他卖掉了 今天小涨两块哦 来 你们就是看这个两块而已吗 你看这个量 明天还有一天才收周线 所以保证一定过这个量 保证一定过这个量 而当过这个量之后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 另外一波的里程碑才刚开始 你能不能看到未来一季 我相信投资票你看不到 你一定说老师 我看股票都看东江的 因为现在很流行当冲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不到未来 所以你做股票很怕 所以为什么善为今天还是告诉你 康控今天涨两块 就给他报劳继续赚就好了 对不对 啊仓和涨五十几%你没有的你不用追嘛 对不对 啊有的咧 你有仓和的咧 设好停利点嘛 就这么简单啊 啊金鼎我也公开了 再创收盘薪高价 你不会操作跟我来啊 然后今天金鼎第二我公开叫讯薪KY啊 你又落后我10%了 这就是善为为什么告诉各位说啊 我推出的私房标股充斥班 你要赶快来 因为这个是透过专人来带你 效果才会加倍啊 针对你的资金来规划 懂我的意思吗 你不管是一百万做一档 两百万做一档都可以 而最重要是什么 我还特别啊推出这个短期体验班 最后两天哦 我昨天已经预告只能推三天 最后两天哦 明天就结案哦 我为什么推短期体验班 我让你先复订再合作各位 我让你先复订再合作的目的是什么 年轻带你买讯薪KY的爽不爽 爽死在地了 为什么 买了做砰拉涨停啊 老师 老师 我才付个电竞结果就送我10%啊 一百万就送你10万啊 马上补钱 马上决定要参加一年期 各位赚钱就是比速度啊 但是尚伟说过了哦 短期体验班只剩最后两天哦 这是公司要求的 我没有办法常常让你这样 先来付一个定金就快来做 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只有尚伟敢做给你看啊 真金不怕火炼啊 你看到什么答案 老师 就算你昌和公开到现在 涨了快30块呢 涨了快30块呢 就算你金顶买进公开 到现在还在创收盘新高价呢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啊 各位 我公开了 昌和第二叫康控 我选在昨天哦 你觉得最难看的行情 我公开 今天小涨而已啊 可是我看到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你就知道 明天收完之后 下个礼拜 你就发觉到 老师 康控买不回来了 果然是拉回量说要找买点 那今天呢 最幸运的是什么 哇老师 今天盘下买讯星 KY 结果拉到涨停 太爽了吧 这只是运气好不好 各位 这也不是每天有的 这只是运气 上回都是实话实说 你会发觉到 老师 你的股票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都是慢慢涨啊 像这个 也都是慢慢涨 慢慢涨 慢慢涨 然后才突然有个涨停板 偶尔有个涨停板 对不对 这个也是啊 也不可能天天有涨停 只有这里出现一根涨停 然后慢慢涨 慢慢涨 涨不停 涨一个波段 才是我要给你的 这才是我成立的 私房标股充斥班的目的啊 有专人清贷 就是帮你资金做规划 双向沟通 你要做回报 因为这样的效果会加倍 为什么 因为有专人清贷 可以克服你人性的弱点 贪婪恐惧不甘 各位 这人性的弱点 你知道犯任何一个错误 你就永远赚不到钱 对不对 但是有专人清贷 克服你人性的弱点 你不会贪婪 该卖的时候带你卖 你不会恐惧 你不会被甩掉 你更不会凹丹 就是你不会不甘乱啊 万一上回真的有看错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 我说过了 我的操作哲学太简单了 没有套牢两个字 只有大赚小赚 万一看错 小赔给他 就这么简单 小赚小赔相抵消 你的结局就是大赚 就这么简单而已啊 可是为什么很多人 做的股票做的好累好难啊 为什么 因为你克服不了人性的弱点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各位 我推出了短期体验班 剩最后两天 你赶快把握这个机会 我让你先复订再合作 我相信只有这样 如人饮水人卵自知 你进场买了 然后呢 老师 我马上赚到了 我真的赚到了 我赚到了 我再来决定我要参加一季 半年还是一年 所以我推出短期体验班 最后两天 请你好好把握 待会中场休息时间 赶快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亚洲投股 招牌老品质好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营造获利 三多创造财富 股票期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投股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亚洲投股真心照顾 亚洲投股 招牌老品质好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营造获利 三多创造财富 股票期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投股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亚洲投股真心照顾 欢迎再次回到现场 我相信全国的观众朋友 上回推出的短期体验班 只剩最后两天 让你先复订再合作 当然各位 如果你是上回的好友 你就直接留言 把握短期体验班 那上回的好友群组很好记 叫做1D12888 一定要你发发发 每一天上回都会看LINE AT 有很多好友发言 当然有很多投资朋友 刚加入好友就觉得说 老师真的还假的 都会很纳闷 说为什么你买的股票 真的会这样一路涨 这样一路涨 一路涨 可是各位 你想要赚这个波段行情 你必须是在这里布局得来的 没错吧 你是布局了 买好买满 等它发飙 我才公开 那有很多LINE AT的好友 还会拴上回说 是真的假的 我说你亲眼目睹啊 就算我公开那一天在这里啊 我公开那一天在这里啊 请问后面是不是又涨20块 然后呢 紧接着 我公开之后是不是还是在涨 这有什么好骗的呢 包括今天 哇老师 今天 我为什么要公开call讯给你看 你看看 今天上回的股票 吓死人了 你看 这个是创波段新高 10月份涨54%了 这个呢 一样 鸿海概念股 涨22.5% 今天再创缩盘新高价 这个也是鸿海概念股 今天盘下点我 砰 扎扎实实的10% 所以我可以公开 这个都是你亲眼目睹的 所以上回说啊 你知道加入上回的好友情组啊 赶快把握哦 上回推出的短期体验班 就剩最后两天 那加入好友有什么好处 各位 我相信啊 好友们都知道 每一天在盘前开始 国内国外的财积焦点 就马上帮你整合出来了 再来盘中的买卖点 不管是大盘 类股 还是个股 指标股 有好的买卖点就及时跟你分享 再来盘后呢 包括期货的资讯也好 盘后的筹码也好 三大法人的筹码也好 还有最重要是上回还会录一段盘后的语音 三到五分钟 告诉你今天的操作精髓 重点是加入好友是完全免费的 有很多投资者老师我先加入LINE 8然后看看 没有关系啊 那你加入好友呢 你不用每天盯着电视啊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盘后影音档会直接上传啊 因为有很多人上班很忙啊 有的要值班要轮班要应酬 有的还在无程式里面 哪有时间看电视啊 但是你只要有手机在手 随时可以看得到 这就是好友的权益 所以呢 来各位 上回为什么推出私房标果充斥班 各位 针对你的资金来规划 指派专人来清贷 效果就可以这么加倍 非常漂亮 又可以让你火力集中 又克服人性的弱点 让你怎么样 效果加倍 短期体验班 各位尚为特别推出的短期体验班 只剩最后两天 就剩最后两天 请你赶快把握 让你先复订再合作 让你先赚到 你再来决定要参加一季 半年或一年 最后两天 请你务必要好好把握 也祝各位操盘顺利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天那里 明天是什么 中文传参考 明天 clutch 保证 Qatar 好的